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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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就不用無辜仇了 我們同家就不用淪落至此 走… 走… 你瘋子也別咬你, 別傻了 人家喜歡全方老爹的 已經是他們父子倆 當我們同家受罪責 要是他們借姨自為名殺人滅口 你走… 你走 走 殺人滅口, 有必要嗎? 你看, 童老闆 火熱好氣, 好陰兩傷 面色無華 涉紅胎王, 火毒內功 火倉陷弄敗壞 倉毒直攻撞虎 好, 如果再不醫治 不出十天, 必定藥石無力 我有必要叫多止一舉嗎? 洪吉凱 支持我們多辛苦去求徑時防曼 太監請大夫來 他們管也不管我們 你呢?你就是會在這裡日計夜計 你計這麼久 你能否記得出天月點救老爹 你是否想看著你爹死 楊大人, 你別管我傻子 你盡辦法幫老爹先 童大人練習已高 而且傷得這麼嚴重 我只可以盡力而為 這些黃年解毒膏 查在壽倉之處 至於藥材, 楊某不方便在御藥房拿 但會找人在城外張羅 再每天送來給你們 麻煩董兄代為煎藥 楊大人, 請放心 就算不是因為四天 我們這個叫做仁太監已經共事過 但是老爹的傷 我們都不會在事不理 對了 這裡平常有沒有女子出入? 這邊身者庫是男子居所 我們在家眷 也沒有同於宮中受罰 怎麼會有女子過來呢? 我還是隨便問問的 他…是阿爾連累了你 你吃吧 老爹的藥 有勞董大哥 你又是楊大人的藥 我只是負責煎, 不用多謝我 你剛才說你拿水煲粥 何來只有你這個名貴的錦盒 錦盒不是董大哥你之前放下的 也不關你的事 帶了我見楊大人來的時候 也沒有這個感覚 糕點很精緻 像是宮中主子的賞賜 糕點 甜點容易入口 我拿給你, 爹 你幹什麼?吉凱 這張紅紙和這張箭紙同質同食 連和上次那張喜紙 原來他也是出自同一個人 是唱歌的那位娘娘 牛, 我和爹都是屬鼠 牛公好像是屬鼠的羅閨人 你這麼快? 術士 是水地被掛, 莫屬敢 爹, 跟那次聽到喜自覺一樣 我真的找到貴人 是唱歌的那位娘娘 我剛才聽到一個關於馬身門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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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娘娘娘的歡心 即將又會載入宮出台, 逐以貿丹庭 但我舅父竟然說 聖馬的今早還在督促那個小太監 排練同一節氣 你說是不是很奇怪? 你懷疑馬身門打算對付高劉飛 讓他明天不能出台? 聖高的功高蓋主 馬身門又怎會容得下去呢? 相信摩摩你不會見死不救的吧? 為什麼你覺得 我一定會幫這個聖高的? 聖高的值不值得幫? 你應該很清楚的 我清楚? 是你今時今日 已經不把馬身門放在眼內 覺得不需要借機去打擊他 還是你擔心我所說的話不是真的? 你今天盤算的就只是為了這一點?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就算了 我早說過, 今天真的打擾了 我只是想多問你一句 剛才你在蘇公公身上得知這個消息 你有沒有一刻想過 將這個人情賣回馬身門? 好, 等他朝有日 你可以跟他合力對付我 但憑你這個無聲的回應 我雙齡相信你這個消息 我對你仍有冠疫之心, 你也笑? 我笑 是我看得出 這個才是我所認說的書籃 但當然最重要的是 即使你有過一刻的自私年頭 但到最後我都相信你不會這麼做 是因為你和我也知道 和馬身門這個小人合作 百何而往一來 說得好 你我是否徹底互信並不重要 能夠在宮中 保住一個令馬身門頭痛的閒人 才是百利而無一害 如今只要摩摩你去操心 趕不趕去救這個閒人 才是最重要的 高老闆, 為甚麼還不起敗 那些酒菜這麼名貴 又不如吃完之後 公公你會把那條帳 入到我們將和班欠你的臨虎 馬公公歸人私望 有事吩咐高母的話 倒不如直話直說 高老闆, 你這身的武器 有時候真的挺難跟你相處 但是我有問心, 我自己也有問題 你也知道我在宮中是甚麼地運 我不是自乎 不過人人都對我和顏越識 就是單單高老闆你不肖敢問 老實說, 我也因為這樣不習慣 當初我就和高老闆你起了衝突 但是我現在真的服氣了 真的要像高老闆你那樣的傲氣 才襯托得到高老闆你的超群技能 是真伏 還是極惑妃娘娘今對我另眼相看 而不得不伏 高某真的分辨不清楚了 高老闆隨隨便便露幾道板斧 趙然間就成為宮中紅人 你問我的心有沒有酸牛牛 當然有 試問面子誰不喜歡 但是銀子就更加更重要 托高老闆的紅福 高老闆我們南虎現在今時不同往日 打賞銀倍真不只 各宮房的人都十分熱情 經常走過來孝敬我 總之以後我們兩兄弟就拍照 唱完這個卯丹亭 還有這個藍魔記、紙差記、寒丹記 臨州四夢、蘭州六夢、瓶州發夢 我們什麼都唱完 來,我敬你一杯 高某只有一心想出茅丹亭唱號 明白的…高老闆明天要上台 當然不適宜喝酒 其實我早已預備了這個烏梅茶 是讓高老闆飯後用來潤喉的 好,不如現在上來 小野 是 替我拿烏梅茶來 知道,老闆 老闆,茶到 高老闆,喝完之後就早點回去休息 養精蓄銳,明天準備上台 好,來吧 芒芒 芒芒 原來的功夫還好嗎? 是呀, 茶很香, 是不是白馬的單茶? 你也坐下喝一杯 甘醇清新, 最適合這個天使喝 好了, 今天風向是否適合你心意? 有沒有不風把高劉菲的歌聲吹過來? 今天確實是吹不風 不過也聽不到歌聲 明明已經是新事, 戲應該開演 難道那筆風不夠強? 白馬單的茶葉差不多容易 我的茶房比較好 芒芒, 等樽林去吧 你哪會選? 總으 你哪會選擇 借雨飞冷了想起 兩位將卯丹亭這節戲演得淋漓盡 令本宮和幾位妹妹大飽以復 又是為各位娘娘唱戲, 乃小人之福 卯丹亭, 文詞優美, 感情充沛 也是小人最喜歡的戲 最近小人將後救, 回生, 婚酒 這節戲文抄綠吟唱, 偶配以心得感上 以估岳飛娘娘嫌棄的小人想將戲文 贈雨娘娘以借娘娘的恩典 難得雲老闆有此心思 是, 剛才幾節戲妻怨動人 兩位演得令人動容 不知道兩位認為 人世間又有沒有如此真情呢? 會娘娘娘, 戲曲世間之所以迷人 就正正因為一切都只是一個故事 又如何談得上的實在呢? 小人就認為戲文雖然是虛幻 但當中的道理也是人之上情 兩位都各有高見 但然而高老闆認為追求這種自情 衝破犯理並不值得 小人只是覺得 如此自情又何須強求 抵襄宮那邊跟嶼飛娘娘有病? 生病吧 那有沒有說清楚? 不過怎麼樣也好 娘娘你也不用這麼擔心 生病的話,怎麼能說的 急起來也沒辦法 如果我是馬身滿 事成的話就這樣交代一聲 那些娘娘主子又內替什麼何呢? 幸好這次高老闆福聲高照避過這一劫 現在是輪到馬公公內話地不好 經過這四次演出 高興在如飛娘娘眼中 地位已經穩如泰山 娘那個馬公公 現在也不敢再打高興的鼠意 娘娘,知願你為觀音發尚天罪了 進來 剛才是二豪姑姑親自來傳話的 她是如飛娘娘的近身 如果行得開 怕且如飛娘娘的病也不是很嚴重 說到尾,一連這麼多天都在唱音樂聽戲 天氣不是鼠熱難來就風沙妖人 如飛娘娘若然是因為這樣 而有所不適也難怪 太飛娘娘你早兩晚都聽見娘娘的咳嗽 我只是一個消息轉過老闆的聲音 又需要花我多少氣力呢? 我個人就沒什麼本事 只是朋友多,人物多說 尤其是在宮中裡面 要我順藤摸瓜 查出哪些人作哪些居心 這方面我就比人厲害一點而已 巴策大人閒話一句 就幫我高羅匪平安大吉 高某總欠大人一個人情 客氣…高老闆日後有機會 能夠在宮中各位娘娘主子面前 美言多幾句 這個人情什麼都還給我 千蕙不是想多事 不過千蕙不明白 娘娘你為什麼這麼不開心呢? 是不是因為今天 那幫外殼令人的演出做得差 所以娘娘不先這麼寬心 連她受慷功的心情也沒有 那你覺得他們做得差不差? 以赫姑姑說我不懂聽戲 所以千蕙也不敢說他們做善點 但故事我聽得懂 能夠打斷的結果,得人時無 這樣也挺好看 就正正是得人羨慕這四個字 才令本宮擔心 究竟以後要怎麼踏足手刊功 順妃娘娘,我看你無精打采是不是不舒服 還是擔心如飛娘娘的病? 如飛娘娘扮演戲 本來想遇中妃笨同樂,為責陸宮 如今病倒,奴才竟然聽聞 有宮女暗暗失望 說如飛娘娘調理身體的時候 就不能看外殼令人演戲 真可憐 主子病倒,身為奴才的 還記掛著看戲,放肆 請恕奴才直言 如今至兩位外殼靈人 已經風味後宮 上至主子,下至奴才 無不想一度這兩位靈人的風采 奴才恐怕一旦有好事之徒 添之爭業 就會說宮中女眷,迷戀令人 後宮風氣不靜 然則你是說如飛娘娘 照外殼令人演戲,擾亂人心 昆曲本是雅學 外殼令人,躁藝過人,備受欣賞 又有何稀奇? 除非有人立心不良,歪曲事實 要不然,又怎會這麼多話柄? 奴才並無此意,請太妃娘娘釋路 妹妹,最近你和如飛娘娘姊妹和睦 本宮都很欣慰 不過永壽宮和壽康宮 畢竟是兩個宮房 妃子和太妃之間亦各有身分 姊妹之情常在心中就夠良 妹妹,相信這個道理 你不會不明白的吧? 妹妹,現行有失姐姐期望,實在不敬 請用妹妹先行回訪 妹妹告退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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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 л管,我們要上床了 霉兒 你以後要小心 赤技捕利輕浮,跌倒受傷就本事了 知道是嗎? 知道了,娘 我會小心照尿五十哥, 娘娘 奴婢才能告退 慢慢走 想不到四十哥 對這個外殼令人這麼好奇 這次本宮真是無心插柳 造就了他無人不嫌 難道娘娘是擔心 宮中女眷對於這個姓高的 會過於好奇吹捧, 會招人口實 本宮所擔心的不是這個高劉飛 而是柳夢梅 娘娘所指的卯丹亭中的角色 柳夢梅可以為了一幅畫 就對這個杜麗娘一往情深 什麼知道她是鬼魂的時候 都只不過是稍稍驚惡 而且毫無悔意 這種真情對於後宮中人來說 實在是難能可貴, 惹人羨慕 所以難怪宮中人對於這個 飾演柳夢梅的高劉飛 寧願傷害 娘娘 這種能夠不顧身分 突破生死的感情 又豈至是宮中難能可貴 對, 就算是民間能夠有幸 得遇上這種情願, 有多少人 小明子參見如飛娘娘 你何時行色匆匆 回娘娘, 小明子剛得知 壽刊的消息傳來 說順太飛娘娘突然離開了宮房 現在恨中不明 你剛才有見過有位娘娘主持經過這裡嗎 你說剛才氣衝衝來到 踢散了我樹苑寶國 去了那邊 走吧 尚太飛娘娘, 尚太飛娘娘 我已經幫你引開了一份 你有點太難了 忍不忍開也好 只要我還在這個紅牆之內 我還可以走得掉嗎 廠陰國出口更多 若然臣太飛娘娘你想偷一刻的安閒 子弟實在不宜久留 我不需要你這個申者夫人幫我獻計 快退下, 免得自焦禍端 奴才為娘娘著想 慈恩娘娘是奴才的貴人 你說什麼貴人? 臣太飛娘娘是你才能幫到我 我同德海三代為官 我們在同大是前陰天鑑的鑑職 盡忠職守 後來我們一家被貶置身者父 但是當中有莫大的冤情 肯請純大飛娘娘你 在萬歲爺面前美言幾句 求他對我們同家, 望開一面 你要回案的話就去迎部 回去做事 娘娘, 又你才能幫到我 你看這兩張在寺 這張是上次在這裡附近收拾的 另外這張是和高點上次送給爹的 是, 其實我已經在這裡見過娘娘你了 但我不知道你是哪個供房 我已經在這裡借頭借腦 收拾了你幾天了 為什麼我的剪子會在你身上? 真是太飛娘娘你 其實我上次 我已經收拾到一張雙喜致的剪子了 就算你真的收拾到我的剪子 也是巧合, 你別再纏著我了 不是巧合 天降喜致是大家之兆 牛是淑鼠的留俠貴人 我和爹都是屬屬的 這就證明了 太飛娘娘你就是我們父子的貴人 你憑幾張剪子就認定我是你貴人? 這是天兒, 冥冥中注定 不然我就不會在這裡附近收拾剪子 不會在這裡再遇上你了 冥冥中有主在 沒錯, 如果當日柳夢梅 不在梅樹底下收拾到杜麗梁幅畫 而我又不在這裡收拾到個鼻煙壺 娘娘, 你找什麼? 不如讓牢材幫你找吧 快點幫我找回鼻煙壺 一定是剛才在路上 不知道什麼時候掉了 是呀 姑姑, 你墨像平和 之前你提過偶有睡眠不穩 最近有沒有改善? 大人之前給了一個香包爐 果然有凌晨安睡之效 那就好, 在密案裡 我會繼續寫姑姑你的失心風 並未康復 到適當時候, 自然說你虐石無效 等如飛娘娘向皇后請子 安排你出宮 大人, 這次只要感謝你幫忙 幫得到固然好, 幫不了極無可奈何 大人, 你有些不信心的事 只不過仙父有個老朋友 日前在新姐庫被燒傷 情況凶多吉少 童太的情況真的這麼嚴重嗎? 我不明白你怎麼認識同老爹 但新姐庫那邊, 我勸你不要再去 一個失心風的人 能夠在宮中行走自如 難免惹人懷疑 到時候要再為你裝病作假 對, 就算如飛娘娘, 也恐怕無能為力 若又怎會去過新姐庫呢? 只有聽聞過同太燒傷的事 剛才姑姑的反應 或許還可以延遲辯駁 但氣味不可以 日前我在新姐庫 只能聞到一模一樣的金谷 和千谷的氣味 日葵昔日有附於同老爹 所以一聽聞他燒傷 只想把娘娘送來的高點轉陣過去 當是一份心意而已 日葵自知處境尷尬, 放心了大人 我出入間已經非常小心防他人耳目 只不過我沒想過會透不過大人的鼻子 作為一個大夫 要辨別上千種藥材 除了靠形狀, 就是靠氣味 由每一種藥材的氣味 都由不同藥材煎成一份藥的氣味 到最後在病人身上是傷屍成疾 還是清病逃避的氣味 雖然是看不到又捉不到 但晶晶因為他的模型 在你不為兒之間 已經敗露了你最想掩飾的事 你最不惡人知的心事 尤月後三位貴太妃、妮娘請安 秀康宮是簡樸的地方 現在又是非常時刻, 大家無須多禮 是, 余妃娘娘, 你還是坐下再說 謝貴太妃娘娘 余妃娘娘, 你果然消息靈通 這麼快就知道 你永壽公的內事在那裡 我還以為我只是趕得及 通知處壽公的人過來 余月並不知道我公房的小命志在那裡 余月行色匆匆 不管余妃娘娘 你是為了什麼事來我受康公 既然專家親臨 擺在眼前的兩位犯金奴才 又是來自你永壽處壽兩公的 那正好讓娘娘 幫我這個心居簡出的寡婦 來評斷一下這件事 那問貴太妃娘娘一句 我公依勤究竟犯了什麼事 而要處於受康公 剛才她倆意圖攀爬工場的執子妖 原來只不過是小事一件 大膽 陸宮是與等宮女工作事逢的地方 欺緩遊樂是主旨的事 而且皇后娘娘現在不在處守宮 一個小小的宮娥竟斗膽和內侍太監 沒有弄這些無聊的事 還擾讓得我受康公? 方子妖的就只是醫的人一個 小明子只是趕趕路過而已 我求小明子幫我爬上牆壁 撿回一隻子妖, 每次與她無關 大膽醫勤 桂太妃娘娘教會的說話 什麼時候輪到你插嘴? 姑姑婆婆現在才來教奴才 不知道會不會教得太遲呢? 這麼快就代桂太妃娘娘說話 你會不會又接得太急了一點? 翁桂太妃娘 既然依勤都說此事與小明子無關 那小明子你應可以跟我們回永壽宮 果然一個小小的宮女 在後宮的日子內座 說的話都不同份量 以何你所像的氣勢 真是無人能及 但是無論在後宮日子多久都好 以何你再來 都不會及得我這個寡婦內掛 先帝遺相, 指禁成上下以孝禮示奉 莫敢不從 乃是因這個後宮乃當朝之勢的後宮 如月一眾主博 在皇后娘娘身負熱賀期間 既有責任, 共商管治陸宮 亦有權去替翁桂太妃娘娘你分擔 小明子是錯是冤 如月查明, 定會向翁桂太妃你交代 依勤是責是佛 想必穆都兒也會秉公辦理 而又要恕於如月重拾話題 如月匆匆如來 是因為聽聞順太妃 似得翁桂太妃你出言不敬 所以才突然前來探問 梁梁梁梁的說話鏗槍有力 但是我守康公眼見奴才背典亡祖 破歸犯金 如果像以往那樣敷見了事 我真是難有面目 向乾隆爺的寧前跪拜 梁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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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你愛媚心切 這個我明白 但是你總不會以為我這個寡婦 會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你意 既然是宮女依勤一人有過 但是內事的小明子未家所難 亦難辭其咎 就由小明子代本宮執照型 仗打耳勤一十大板 今天有主子姑姑在這裡,你還不打 是不是想再次麻煩多生事端? 不要 不要 娘娘,我授康公似問處事公允 今天處授康的人,我都嚴苛處置 而純泰妃雖然是我授康公的好妹妹 但是她犯了公規 我絕對不可以口幾薄人 就這樣就放過她 今天就要如飛娘娘你白行一趟 人家說兄弟姐妹間,總會有莫名了解 女兒,可能是因為青梅竹馬所致 又或者單單血墨相連 而令我們之間有一份心靈相通的動息 但是我這個妹妹 即使和我不是同一個額樑所生 但就已經可以猜到我這個姐姐 心裡在想什麼 女兒,你說我當晚是否應該如常 去授康公跟她說故事 讓院秀她不會對我有所懷疑 知道親妹妹偷偷戀無一個 不可以愛上的人 既怕傷害妹妹,亦想保護妹妹 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去面對 以至有所逃避,亦是人之常情 弄到今天這個境況 娘娘根本是迫不得已 再說,一切都是源自那幾個外學 入宮演戲 才會有接著下來的種種 為免在生事端 既然娘娘禁過一次不讓外學人入宮 如今就索性以後都不讓他們進來 先度絕此禍根 他日再想個辦法去安撫純太妃娘娘 請你知有事在娘娘等到 鐵方店的雙鳴喉喉喉有事求見 如非娘娘吉祥 無須多禮 你這麼晚來到永壽宮 不是五哥哥有什麼事嗎? 娘娘,請放心 五哥哥有楊大人密切照顧 身體並無異 只是五哥哥近日太想念娘娘你 整晚都吵著 想娘娘多點來鐵方店教他寫字 既然不是五哥哥有事 你無故夜訪永壽宮 可知好意招人說話 若然給好事之徒 揣測到你與我們永壽宮之間的 真正婉緣 到時你承擔得起嗎? 雙鳴今晚你求見娘娘 並非行事草殉, 即是受人所託 偷偷摸摸的事 誰人託你都是一樣的 雙鳴今晚是受四二哥所託 此事光明正大, 亦可公告人前 又何為偷偷摸摸呢? 以後姑姑今晚似乎上太多了 那你真是說四二哥有事要找本宮? 因為皇后娘娘將會在秋後 舉行千秋壽宴 四二哥今天跟我們幾個摩摩提起 說自己廢寢私娘 終於想到如何跟皇后娘娘 祝可生辰 所以特意托雙寧前來 文准如妃娘娘 那四二哥他到底有什麼心思? 自從四二哥早前看過外殼高留飛 在唱音歌演戲的風範 心為之打動 所以想向這位外殼學習一下 唱曲技藝 蓉兒在千秋現上親自為皇后娘娘獻記 四二哥今天已經命人就請處下宫 但雙寧賞起 娘娘日前又頻繁照高留飛出台 若然四二哥要學戲 指此外殼會分身不下 又會打擾娘娘的啞興 所以四二哥就著我來 向娘娘借錢外殼一樣 還望娘娘恩出 要皇后娘娘開心有很多方法 沒必要 皇后的千秋現是滿靈的宮中盛時 況且難得四二哥他一片孝心 本宮本來就沒打算再召外殼入宮演出 如今就等四二哥為今次的手 要留宴好好準備 那雙寧就待四二哥謝國兒飛涼了 聽聽聽聽, 聽聽聽 好輕軌 是呀, 郭先生 高先生, 何以我的聲音 總是唱極, 也沒有先生唱得那麼響亮 回四二哥, 用丹田運氣發聲 乃是我們唱戲的基本功 一開始, 確實難以觸摸到竅門 或許我們私下用手 安住肚子去感覺一下 讓我示範一下 四二哥, 你留心點看著 他穿得很輕的, 手穿得那麼響亮 這個, 手穿得那麼響亮 莫哥來了, 莫哥來了 她的身體很高大 她的樣子不想妝, 也一樣這麼像 我說她救本事就真 一教就教識四二哥怎麼開口 真是, 真厲害 如飛娘娘近日有要事忙著 暫時不太空過來揭荒電探望吳雅哥 所以就托我把幾本 先言的書法筆貼送給吳雅哥 讓雙齡摩摩你繼續陪伴吳雅哥 好好臨舞練習 雙齡知道 每天有勞姑姑白亡之中抽空過來 對了, 娘娘近日之所以是亡 難道是為了皇后千秋宴的事而操心? 這一層就拜你們結荒殿的人所賜 姑姑你這麼說, 雙齡不太明白 四二哥要為皇后娘娘唱戲 是一片孝心 但先要向一外殼求教 以致外殼令人終日不得不 又在宮中走動 此事又怎會不令如飛娘娘他憂心為神? 而你, 就算不是四雅哥的摩摩 但同為揭荒殿的人 沒有一起勸了四雅哥不得止 還大力慫恿 這些麻煩事, 不拜你們所賜 又可以怨得誰才對 四雅哥充穩過人, 處事又有主見 這次的事, 旁人又怎可能慫恿呢? 四雅哥有沒有受人說話左右 我當然無憑無證 我只知道 校宮是一個沒什麼男人的地方 能夠有一個晉朗不凡 而有紅豆豆的男兒 共處童恩屋禪下 就算像摩摩你那樣有夫之苦 又怎會說不歡迎呢? 姑姑, 你這麼說是想得太多了 後宮之所以沒什麼男人 是因為後宮是一個講求剛己的地方 所以你沒得怪我會想多了 也沒得怪如飛娘娘 她要時刻為這些歪風而頭痛 望就望四雅哥他早日學有所成 不需要這些愛學靈人 再在大家面前掩掩癢癢癢呢 門外有幾個故事 將說法飛中 城外放低了往事 將送走清風 場內每一次偶遇 渴染與蒼窮 蠶食著華麗美夢 那伏計西都 雜亂還寒風急如臨氣 為了忠容 敲心卻變猜心笑如衷 有故情我孤騰騰動 吹折心志 遺憾當錯意想不中 誰想寂寞 出情緒跟蹤 夠貴到醉心的心 如心 若風聲有情依忍 曾吻其神 任誰的苦惰 在真正的心中 有沙漠直人 放著真真片空 湖泊到醉心的心 空欲天天空 用沙漠瘋風聲有情依忍 如醉愛似久緣分目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